警方进入屋内立刻压制男子 带来看现场画面 可以看到床铺上放满各式各样工具 这些工具全是用来位造中奖发票 原来男子伙同朋友两人动起歪脑筋 靠着从小在亲戚身边习字技巧 自己上网买印表机位造中奖发票号码 如果是二连式发票就用电脑印制 传统发票则是用模的方式手工描字 男子和朋友一人制作一人拿去兑换 每次金额不是两百元就是一千元 锁定四大超商以及银行作为下手目标 趁着人多带着假身份证去兑换 让电源和行员难以察觉 高达30到40间超商银行受害 不法获利达到32万 因为发票必须上缴财政部 被发现发票有问题全数退回 超商和银行才惊觉受骗赶紧报案 警方现在超商逮到其中一人 当时他正好在勘察超商状况 接着警方载到住处逮捕另一人 全案依照诈欺以及未造文书罪移送真办 全案依照